在之前的環境的時候 其實我們龍井的居民 我們龍井的里長 其實有率隊上去台北 參加環境說明會 那也希望在會中的時候是有表達 希望可以趕快 競速的來 興建我們的燃氣基礎 其實為了就是要 競速的來去減煤 所以我想這個大家都有共識 甚至是聯悟我們在地龍井的居民 以及我們台中市民 都希望能夠有效的減煤的話 我想這個共識 大家都毋庸置疑 所以加速的燃氣基礎的興建 這個是絕對我們是重中之重 所以其實今天 國民黨黨團所說的訴求 我們不僅是聽不懂他的意思 而且連卓榮泰院長 也在語彙中表達的非常清楚 把這個騎乘也都 秀在我們的 POPPOINT上面 讓這個螢幕上面也非常的清楚 我們在2032年之前 我們都可以有效的來減煤 這也是地方居民的奇探 所以我希望不要再正式操作 如果可以的話 讓我們的環品通過之後 可以順利的趕快興建五彈氣基礎 讓我們的煤氣可以有效的加速減少 那針對今天 國民黨這樣做的來到場 甚至有推及拉策 然後不讓這個議員長 來說話 那你能不能讓他 其實我覺得台灣正在進步中 那國民黨黨團這樣的做為跟行為 你如果沒有所本的話 這樣做其實只是用政治操作 在阻擋我們國家的建設 甚至我們藍氣基礎 如果因此而拖延到的話 這個影響到的 不是我們樓井居民 我們減煤的騎乘 而是我們全國人民供電的需求